风雪夜归人 徐凤年站在门口 铺满青石板的小街上不见行人 捧手喝了一口气 都是酒气 看到徐凤年安然无恙从尖雪茶楼走出 已是北梁骑军统领的袁左宗如是重负 两人相视一笑 少年误驾车驶来 徐凤年跟袁左宗坐入马车 还得赶在夜进闭门之前出城 这次匆匆忙忙赶来观战 没有后顾之忧 顾大祖皇上等人已经在楚路山安排下秘密赶赴北梁 据说那座彩石山几乎拔地而起 只留下一些关系不深的青客散人 这帮人算是有幸纠战雀巢 至于徐瞻周青虎等人的去留 徐凤年没有上心 倒是那个少年李怀尔 听说执意要跟皇上一起北奔 要去北梁桥一桥边塞风光 家有双清才不远游 既然双清已是不在人世 这个少年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愁了 徐凤年也不拦着 马车中 袁左宗欲言又止 徐凤年如今不跟袁二哥见外 竹铜倒豆子 将大致状况说了一遍 袁左宗听完以后嘖嘖称奇 没想到刘松涛的身份如此惊世骇俗 不光是魔教上任教主 还是烂陀山上本该成就佛陀境界的高僧 魔佛一念生灭之间 在刘松涛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佐证 不过更让袁左宗诧异的还是白衣洛阳 北莽第一的大魔头 跑来黎阳江湖当了逐鹿山第十任教主 结果闹出一场酒食之争 真是世事难料 徐凤年掀起帘子 远远望了一眼风雪中的茶楼 苦笑道 你怎么天天被人一见穿心 换了别人 哪能坐下来与人喝酒 早就痛不欲生地躲起来疗伤了 也就是你 无愧洛阳二字 徐凤年重复了洛阳二字 嘀喃道 大秦王朝在鼎盛时 那位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男人不顾非裔 硬是将国都改名洛阳 后事都说有为天理 此举埋下了大秦三世而亡的伏笔 此后更是为了一个名字没有载入史册的狐媚女子 点燃了一千八百座风碎狼烟 更是被视为昏馈至极 真不知道怎样倾国倾城的女子 才能让大秦皇帝如此行事 一个女子陪着他打下天下 另一个女子葬送了天下 如果我生在八百年前 真想当面问一问那个秦帝 新欢旧爱 到底更钟情哪个一些 袁左宗一笑置之 没有搭枪 与卢生像这类春秋名将并肩齐名的袁白雄 此生不曾传出有任何一个被他私慕的女子 似乎从未为情所困 窗外有准铺帘 徐凤年笑着掀起帘子 从准爪上解下细侠竹节 让这头两准展翅离去 看完秘性 忧心忡忡皱眉道 王小平不知怎么回事 跟刘松涛对上了 互换了一剑 这位道门福建第一人好像受伤不清 不过好在刘松涛没有下死手 反而掳走 王小平一起东行 我不觉得这是惺惺相惜 就算战时是如此 刘松涛疯疯癫癫 武当山好不容易在骑牛的之后出了个王小平 说不定就断在刘松涛手上 可我怎么拦 袁左宗摇头道 拦不住 也不用拦 剑吃王小平是生是死 自有天数 一个风一个吃 说不定就是一场命里有时钟须有的际遇 李纯刚老前辈有邓泰阿接过剑 百年前便悄然跻身陆地剑仙的刘松涛 说不定也想有一位江湖星人接过他的剑 说实话 袁某人当年也就是因为军阵厮杀事宜用刀不宜用剑 否则说不定如今也会是一名三角猫功夫的剑客了 剑道之所以能屹立江湖千年而不倒 独树一智 可以自立门户去跟三教圣人争高低 确实有他自身的独到魅力 殿下 你不练剑 可惜了 徐凤年自嘲道 练剑最是不能分心 我是根本不敢练阿 万一半徒而废 还不得被人骂死和笑死 袁左宗不再言语 这类涉及情感的私事 他不愿掺和 北梁英才武将层出不穷 恐怕就促他袁白雄最为不懂结党营私 这一点别说中洪武燕文鸾两位多年培植嫡系的功勋老将 就算是北梁四衙都不敢跟袁左宗比拼谁更截然一身 但愿是如此 袁左宗当初只身一人去接手中洪武的骑军 竟然没有一人胆敢造次生乱 徐北指和陈席亮两人给中洪武设的套 无形中就落了空 卸甲归田的中洪武出乎寻常的安分守己 这让徐凤年哭笑不得 只能暗叹一句袁二哥实在太过阳谋霸气 而楚禄山担任整个北梁道景在节度史和经略史之下的北梁兜户 大权在握 据说私底下不少人开始蠢蠢欲动 这大概能算是无心插柳柳承应了 清凉山隐约成为李毅山之后首席幕僚的陈席亮 最近跟楚禄山就有几场不深不浅的应酬 而豪华出身落魄异乡的徐北指则截然相反 跟许多韩式交好 一伟家里 一伟爷里 暗中较尽谁更率先跳过龙门吗 徐凤年摸了摸额头 清关难断家务事 头疼 抬手时 袁左宗瞥见几缕红绳如鲜活赤蛇 萦绕殿下手臂 缓缓游移 袁左宗会心一笑 落雪乱如絮 莲子外头少年雾在横唱那首早已传遍大江南北的吴用歌 就是跑调的厉害 上英学宫未然身秀 但是许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绵延千年的学宫竟然始终是私学 历代掌控上英学宫辖境的君王 不论雄才大略的民主还是不思进取的昏君 都不曾试图插手上英学宫 也许有过一些小动作 到底都没有成功 上英学宫一直游离庙堂之外 被誉为学宫只要上存一楼一书一人 便是中原文脉不断 哪怕大秦之后唯一统一中原的黎阳王朝 对于上英学宫一样以礼相待 虽说都是虚礼 不耽误背后扶植国子健和姚家家学与上英学宫抗衡 西纪打造出三足鼎立的士林格局 但明面上 还是给了上英学宫许多特赐恩典 像那位不幸暴毙的皇子赵凯就曾在学宫内拜师求学 当时学宫大祭九也贵为半葛帝师 如今哪怕朝廷开科举取势 国子健分流去不少读书种子 上英学宫仍然是当之无愧的文坛执扭而者 这两年学宫新来了葛女祭九 讲学英律 学子们都喜欢尊称为于先生 为其屈之若物 学宫祭九多达数百人 但一半都在闭门造车钻研家学私学 只有大约160人为记上先生配得上先生一词 开坛讲学 树叶有专攻 这期间又有许多先生授课门可罗雀 被众多记下学子偷偷取笑 不过猫狗两三指 只是对牛弹琴的勾当 与先生却不一样 金鱼英律 传道授业深入浅出 并非是那孤名钓鱼的两脚书柜 相传他爹便是上英学宫出身的栋梁之才 娘亲更是西楚先帝推崇被制的女子见识 西楚覆灭 身世凄凉的女子脱臂于学宫 情理之中 加上他又是这般清水芙蓉的才貌俱佳 自然而然让人敬佩其学士 爱慕其滋容 怜悯其家事 这两年不知多少学子为他朝思暮想 如痴如醉 一场晚晚约约的心血不约而至 雪花不大 雀雀柔柔 比起初冬那场气势棒薄的鹅毛大雪 就显得可人许多 今天于先生说是要赏雪 停课一天 这让慕名而往的学子们大失所望 学宫依山而建 有三座湖 各自独立 不曾相通 大先生徐卫雄那栋小楼皮林的莲湖 向来如同禁地 人去楼空之后 更是无人问津 障胆湖湖畔细满小舟 秘密麻麻 以公式子学生成舟饭湖 在小舟上架炉煮酒赏雪 自是一桩不易快哉的乐事 只是小舟一多 如同棋盘下至收官 棋子繁多星罗密布 美事就没预想中那般妙不可言了 另外一座小巧玲珑的佛掌湖 冷清寥寥 源于此湖为私人拥有 就算前囊骨账的世家学子 也是有银子买猪头 没本事尽尿烧香 只能遥遥望湖心探 佛掌湖离岸百丈内 闲杂人等都不可善入 这惠尔湖边凉亭内 坐着隔捧白猫的鱼艳女子 自容生得狐媚妖饶 气质却是冷漠疏离 愈发让人心生征服的念头 女子裹了一件价值千斤的白狐囚 略显臃肿的白猫懒羊羊窝 在她胸前狐囚内 打了个哈欠 惹人喜爱 亭子内外有七八个质子 孩童在嬉戏打闹 都在学宫定居授业多年的 寄上先生们的孩子 佛掌湖的主人 对于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 网开一面 从不拒绝他们临狐玩乐 对于这个神龙剑 手不见尾的佛掌湖主人 有过诸多揣测 有说是被南唐皇室 以老重金购置 有说是西楚老太师 孙希记的祖业 更有说是大秦后人的私产 众说纷纭 至于为何取名古怪的佛掌湖 也有许多让人津津有味的考据 五花八门 几乎自成一学 豹猫的白狐囚女子眉目冷淡 漠然奄然一笑 她看到一个扎羊脚压人的小女孩 似乎打雪仗十几一个手镜大的男孩打中了脸 一怒之下 就冲上前去 对着那个原本得意大笑的同龄人就是一腿扫去 青梅竹马长大的男孩给直接掀翻在地上 羊脚压人 女孩油然不解气 见她挣扎着起身 一巴掌又给打翻在地 男孩儿一愣之后 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女孩插腰而立 气势汹汹环顾四周 大油本女侠天下无敌好寂寞的气概 亭中女子眼神迷离轻声笑道 真是寂寞啊 凉亭外想起一个天生能给女子温暖感觉的舒服嗓音 于先生也会寂寞 女子揉着白毛脑袋 皱了皱眉头 转头时已经恋去笑意 看到一张并不陌生的俊雅脸庞 其神策 是一个父辈给名字取得极大的年轻男子 旧西楚人士 爷爷其渡海是西楚国师孙希记的得意门生 其神策的父亲在公主坟一战中 几乎让袁左宗全军覆没 可惜那一战有胜之不武的嫌疑 在整个棋局全盘上仍是拖累了西楚大事 之后在西磊碧一战 这名武将现阵战死 马死下马战 身受石簇北梁刀 算是将功补过 虽死犹容 在上阴学宫 西楚一孤本就高人一等 其神策如此显赫又悲壮的家世 本身又不复家学 年少时便被孙希记亲口称赞为神童 上阴学宫都知道他对同出西楚的 于大家是志在必得 大多也都乐见其成 胡求女子礼节性一笑 便不作声 其神策笑着走入凉亭 没有擅自坐下 斜靠停住 嘴角情笑 非礼物事 事先没有停留在女子身上 而是举目望弧 落在寻常大家闺秀眼中 时诚时的风流不羁 佛掌湖边上树有一块骨碑 是那大琴小传 一名悄悄进入上阴学宫的白头年轻人就蹲在杯前 伸手擦去鸡血 露出岁月斑驳的十个字 如来佛手掌 五指是五月 孩子们大多性子活泼跳脱 手脚和眼光都闲不住 一下子就发现这个陌生人 那个拳打脚踢了男童的女侠 仰角压人一马当先就跑过去 身后跟着几个玩伴给他摇旗呐喊 白头白衣的年轻人恰好站起身身揽腰 两两对视 大眼瞪小眼 小丫头骗子眼神警惕 恶狠狠问道 你是谁 凭什么来佛掌胡 凉亭这边 也看到那幅场景 其神侧无奈摇头 觉得那个身材修长的陌生男子 实在是无赖了 不知说了什么 竟然让身前小女孩 气恼的拳打脚踢 而那人便弯腰伸出一手 抵住羊角压人的脑袋 这般孩子气得年轻人 就算白了头 能成甚大事 结果那王八蛋的大声喊话 让温文尔雅的 其神侧几乎气得七窍生烟 于又为 咱们孩子怎么一眨眼就这么大了 这孩子问我是谁 我说是他爹 他就打我 你怎么教的孩子